花蓮仙消防局8月率队前往瑞士和新加坡 来精进公路隧道灾害救援训练 以及特种搜救专业训练 如今是学程返国 25到25号的下午就特别在花莲市的北冰外环道 举行了公路隧道即城市搜救救援演练 以及器材装备展示体验 那么有将近150名结合了消防员和民间单位 在隧道内火灾灭火、持火现场 以及地震等复合式的灾难当中 展现了出国救灾技能的学习成果 25日下午在花莲市北冰外环道 聚集大批消防员和救护消防车辆 原来是花莲县消防局 为提升公路隧道即城市搜索救援抢救能力和民众防灾议事 举办了公路隧道即城市搜索救援演练及器材装备展示体验 近150名结合消防员和民间单位 透过隧道火灾、排烟与人民搜救、车祸和地震灾难等复合式状况 展现日前出国精进的救灾学习成果 107年0206、109年0402泰鲁阁号 再到0918 就是去年我们的玉里台东池上的大地震 玉里的房屋倒塌 所以这些的灾难 其实都在我们整个大家的防灾意识里面 不断不断的提升 也让我们在专业的领域里面在平常不断的演练之后才能够进到现场 才能够不紧张不慌乱 所以各位孩子们 新政府在108年已经派了我们的特殊队到欧洲去训练 这也就是训练长隧道 所以平常的训练以及精进很重要 再次感谢 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 感谢 请出国参训同仁将所学 回来分享给其他全部没有去的同仁 所以我们办了这次的演习 然后顺便向县长报告一下我们这次出国的成果 主要就是以隧道火灾为主 隧道火灾之后我们还会假定情境是有地震发生 那就是还有一些城市搜救像是车辆顶身 车辆破坏及绳索的救助 那我们今天都会全部做呈现 花灵县消防局特艘队8月9月派出33名队员出国受训 其中20人远赴全世界隧道数量最多的国家瑞士 参加公路隧道灾害助援训练 另外15人则前往新加坡参加特种搜救专业训练 如今学生返国 花灵县消防局表示 演练是将抢助技能与国际接轨的成果展现 灾害始终存在 意味随时发生 有备无患才能在时剪辑有效应变 将损伤降到最低 记者讲方言 华联师报导